台北市 本來就是那種地層下限 那個叫寢視區 那個其實去公務局的網站上看 可以看到我們那個地層下限寢視區有好幾個 因為本來以前這個地方就是盆地 所以本來就有問題 你覺得這次就差的問題 還是本來地層需要多幾個問題 但是這樣啦 我們做的地圖已經相當完整 所以應該說高危險區要能夠事先知道 要做必要的措施 有些聲音要怎麼擺脫這些寄生國會的旨意 我還發現喔 那個我們黨團變大以後 那個黨團的薪水根本就不夠顧那個黨團助理 所以我們現在是中央黨部出錢 請他們去黨團上班了 現在不是寄生國會 現在是國會寄生國會 雞翼 雞翼